杉磊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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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我去年跟同事去墾丁浮潜 就當我把頭探到海面下的時候 哇 我發現了 我沒有看到很漂亮五顏六色的珊瑚 我去看到一片白 原來珊瑚白化的現象這麼的嚴重 白化是珊瑚死亡的一個景緒 但是珊瑚這個生態其實是非常重要 它是海洋裡面的熱帶雨滴 肩負著這個海洋 整個海洋生態發展嚴重的大量 那海洋到底有多重要 地球表面71%都是海洋 它佔97%的地球水的水量 那海洋吸收了這個氣候中 90%多的熱量 讓我們地球可以形成一個很舒服的 一個生態環境 生產環境 那我們呢 人口當中 30億人靠海洋資源奈以為生 那根據OECD的統計 海洋價值高達24兆美元 那整個生態系如果以GDP來看的話 預估到2030年可以達到3兆美元 所以海洋能夠健康的發展 對我們整個地球的生態系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仿生海選 這個競賽 最主要就是呼應這個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第12 SDG 12 如何確保永續的消費跟生產模式 我們整個這個地球的生態系 供應我們非常重要的這個糧食來源 但是呢事實上我們浪費了蠻多的這個食物 一半以上的食物其實是沒有被消費掉 其實都是浪費 還有在我們的生產過程當中 怎麼樣減少這些污染物 排放到空氣中 排放到水汁裡面 還有我們怎麼樣在產品設計 可以達成減量使用 或者是能夠回收使用 來提高這些資源的這個食物效率 另外一個呢 也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第14 SDG 14 是要永續保育 我們的這個地球的這個海洋資源 我們怎麼樣的一個生產的一個生活的模式 可以減少這些污染 排放到海裡面 還有我們賴以為生的這個海洋 我們怎麼樣能夠減少過度疑惑 過度餘撈的一個現象 來達成這個整個環境永續的一個發展 這些都是我們這次海選競賽的重要的一些題目 希望同學們來想一想 從科技部社會需求計劃 歡迎針對海洋永續生產消費模式的解題高手 與大自然合作 一起來接受挑戰